为泰国足球队打气致力矿灾生骸者拟赴现场 旧男团队在泰国洞穴中寻获失踪近10天的足球队 竭力抢救受困13人 2010年致力矿灾事件中奇迹生骸的矿工赛普韦达 今天寄来影片替他们打气 并说自己已在筹备前往现场 12名少年足球队员和教练困在烟水洞穴内 营救任务让赛普韦达 Mario Sepoveda 想起致力8年前的意外 2010年8月5日 致力阿塔卡玛 沙漠区的圣河西金铜矿场 一个连接地面与矿坑的通道塌陷 困住坑内的32名致力级及一名玻璃维亚级矿工 搜救人员当时花了17天钻出小孔和受困工人取得联系 二个多月后终于钻出能把人一个个拉出来的通道 矿工全数获救 赛普韦达因在受困期间替其他人加油打气 人称超级玛丽欧 Super Mario 他寄了一段40秒的影音讯息给法新社 在当中说 他的心与12名男孩及教练同在 又表示自己关心至深 正是图安排前往泰国协助 影片中 赛普韦达身穿黄背心 头戴橘色矿工帽和头灯 对野猪少年足球队成员们说 要撑住 Mutafweirza 也为加油之意 他说自己正是图募款 亲自前往泰国协助救援行动 看看他能帮上时磨盲 赛普韦达访默西哥事实告诉法新社 我会看看怎样是可行的 我正打给智力政府人员尝试募得一些资金 我认为在我国矿工历经的一切后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去到现场至关重要 我很乐意去 我想支持他们的家庭 给他们一个拥抱是极度重要的 鼓励的话语也很重要 好 好 感谢观看